小姐 之后呢 她就和李先生相遇 陷入热恋 再然后 月月 我回来了 就有了我 再之后 我妈就跑了 跑了 用现在的话来讲 应该叫 太久跑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们当时具体发生了些什么 不过 我妈妈后来有一次告诉我 她说 当时去法国留学 是为了躲避老爷安排的婚事 再加上我妈妈又是学艺术的 所以我在想 她可能只是 单纯对结婚有所顾虑吧 因为这件事 我老爷很生气 不让我妈回家 我姥姥走得走 留了这间房子送给我妈 我妈就带着我住到这里来了 但是我妈妈呢 她真的什么都不会 除了画画 她只要一做饭 那绝对就是炸厨房 妈妈 你会不会做饭呀 我会 我会 整个童年呢 我对李先生都毫无影响 直到后来 妈妈生病 小爷们 她突然告诉了我李先生的事 你吃水果吗 你先吃吧 你吃吧 这谁啊 睡不睡 还行吧 你爸 而且她还说 自己已经把我托付给了她 她都不管我跟她有没有感情基础 我想不想跟她在一起生活 这个女人呢 真的是想一出事一出 这个女人呢 真的是想一出事一出 她们破壳的时候 父母都已经不在了 但是 就在那个离海洋不到一百米的海滩 充满着捕食者杀蟹 小海归没有退路 只能一次一次地努力地 拼命地往前冲 直到达到海洋 才能够获得生的希望 我觉得 伯母这么做 就好像是一个人 在努力抵挡的什么 拼尽全力地不想 让你活成她的样子 丁老师 我大学毕业了两年才明白 我妈这么做 是为了让我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和自由选择一切的权利 你这才听了两分钟就悟出来了 都都说 丈母娘跟女婿是天生的同志营 好 嗯 不过 我确实是记得 我曾经见过伯母的 靠 你笑什么 没什么 很好笑吗 没有啊 没有 我给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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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伯父 不是因为你笑掉的 好好笑是不是啊 没有啊 你 一点都不好笑 你还笑 你还笑 你再笑 你还能我笑 请进 请进 昨天在酒店 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在你想到 对付你姐的套路之前 咱们一别两宽 看到你都留 我想打你 别啊 我昨天为了帮你 探杀我姐的消息 我都回去吃晚饭了 不就是吃饭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 开什么玩笑 我们家全家聚餐 是我童年噩梦 那分分钟尴尬到爆好不好 不关心 不在乎 说有用 我分析了一下 我爸爸 最近给我姐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业务上的问题呢 我姐又不愿意顺从了我爸 那最后就 只能 连姻凑了 什么意思 诚哥说了 她和你姐是商务关系 是不可能真的结婚的 你到底有没有帮我想套路 你看啊 我姐呢 拿的是心 我姐呢 拿的是心狠手辣 女反义的剧本 那除非路子比她还野 那不然真的是一点的机会都没有啊 我 我要是 懂这种阴招 我也不至于总为别人甩是不是 倒是你 她那么多恋爱 一点可怪经验都没有啊 我以前都是被人追的经验好吗 点头是对 摇头是对 追人我头一回 追人吧 我也追 但是 人家跟我在一起好像不是因为我帅呀 你也知道是因为你的钱啊 你说你一公司司理议兼人气主播 我一专业律师 知名企业法务 按理来说这智商不应该低 你怎么一点招都想不出来 可能是咱们俩在这方面都缺少点天赋 富富得胜 蠢壁滑了 我不喜欢这个结论 下车 这么早你去哪儿啊 李浅家 他找我有事 那我不是得见到宁正明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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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看我现在还能跟你好好说话 赶紧一下车 你 你觉得怎么这样啊 你过客就拆桥 我刚才都出卖我亲戚的消息给你了 你这样子有活动你还用不用上我了 真的是你 毕竟吸牙 无浅 لús 吸ッ腰 肥肥肥的 你肥 你全家都肥 我 我 我喘了 不是 你要不要脸 行 行 行 我就带你到巷子口 能不能进去 voll靠你自己 满车 走 你 你 这也太苦了吧 别加糖了 咖啡的香味源于焦糖化反应和煤钠反应 但由于生动的含糖量是不一样的 导致咖啡的香味也是不同的 不过你这个时候再加上大量的糖 反而会造 宁教授 您说得对 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口感说明一切 你等着啊 我给你做一杯 宁先生 您的咖啡 尝尝 尝尝你的手 怎么样 甜的 对啊 生活这么苦 当然要给自己加点糖 什么表情 怎么了 你别动啊 干嘛 看这里 你看 你看 什么 你别擦碰啊 我也给你拍 你不许拍 三二一 三头 不要拍 是不是给我 给我 再来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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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开门 别走啊 等一下 来啦 到了 你怎么这么快 从哪儿过来的 你过来一张 先进来了 进屋喝点咖啡吧 谢谢您老师 我不渴 您老师 我待会儿给他拿水 我们先在这儿聊点公司的事 行 那你们先聊 好 有发现吗 这是 您就能背叛这件事 绝对 你告诉他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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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余总 刚好他来 我就 就一块儿聊聊 你过来添什么了 我 听说你的新男友是宁成云 我来探探虚实 丽贾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我害了你啊 是不是因为我那 困张没用的领导风格 和狗屁不同的指令 我害了你 我害了你 你都还看了自己的新男友 停啊 老板 开始呢 的确是因为你那 狗屁不通的指令 但是呢 世界发展到 现在吧 也不全是 只能说一步错 步步错 妈 等一下 我还没问你俩呢 余 清 清 小的在 你不是周末从来都不加班的吗 怎么会和顾总在一块啊 也是因为某个 狗屁不通的指令 清清啊 我把咖啡给你 这位是 老板 哎哟 哈哈 小的 来吧 小的